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为的三折手机在北京热销 竟然吸引了不少苹果iPhone的粉丝 这让人不禁思考华为是如何在美国制裁后重拾市场的 最后 我们将关注中日关系的新动向 中国已逐步解除对日本海鲜的进口禁令 这是否能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与外交关系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电视WOW STTV报道了一封来自深圳遇难男孩航平父亲的感人信件 信中他表达了对这场悲剧的深切感受 呼吁大家不要让少数扭曲思想者的行为影响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 航平的父亲强调 他的家庭背景使他更渴望和平 而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县之夜前往探望航平的家属 承诺将全力支持他们 并指出这起事件并不代表中日关系的整体 尽管家属经历了巨大的悲痛 但他们的坚强立场令人动容 明镜想点就点分析了华为在美国制裁后的市场表现 尤其是其三者手机在北京的热销情况 调查显示 许多苹果用户对华为的高价Mate XT手机表现出浓厚兴趣 甚至在iPhone16上市之际 华为的手机依然吸引了大量关注 尽管Mate XT的价格高达2800美元 甚至在二手市场上飙升至7100到8520美元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却丝毫未减 这一现象引发了对消费者心理的深入探讨 令人思考品牌忠诚度与新技术渴望之间的复杂关系 华尔街评论则关注中美关系的现状 呼吁美国重启富布赖特计划 强调教育和学术交流在促进相互理解中的重要性 随着中美关系紧张 香港大学生数量急剧下降 这一计划的恢复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 中国逐步解除对日本海鲜进口禁令的消息也引起关注 可能会对两国的贸易与外交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 菲律宾的调查揭示了Pogos与全球犯罪集团的深厚联系 为该行业的未来蒙上阴影 华尔街电视报道 近期新加坡精英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 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骤然减速的过程 感受到一阵阵冷风 中国股市的低迷 尤其是上证指数徘徊在2700点附近 让全球投资者心生忧虑 经济数据的疲软 尤其是消费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更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担忧 知名对冲基金经理达利欧指出 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 甚至比1990年日本的经济危机还要严峻 这无疑为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国家的前景 蒙上了一层阴影 明镜火拍报道 欧盟与中国就电动车关税举行了建设性的会谈 双方希望找到解决方案 以避免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 此时 欧洲内部对拟议的36%关税计划出现了分歧 西班牙和德国的反对声音引发了关注 同时 美国对中国不当拘押公民的关注也在加剧 最近获释的美国牧师林大卫 成为国会议员聚焦的焦点 家属们的心痛故事 引发了对国际人权问题的反思 最后 黎巴嫩的巡呼机爆炸事件调查扩大至保加利亚和挪威 目的是查明事件的幕后黑手 造成的伤亡 让各国调查的紧迫性倍增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深圳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名10岁日本男孩在上学途中被刺身亡 引发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日本外务大臣对此表示关切 部分日企开始支持员工暂时回国或居家 与此同时 许多中国民众在日本与学校外摆放鲜花 以示悼念 此外 类似的袭击事件在中国的发生 也让人们对中国政府的责任产生质疑 官方将这些攻击事件定性为偶发和个案 这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 这一事件又将如何影响 中国当局对美日的仇恨教育 这些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思考 今日华尔街报道 中国青年失业率已达到18.8%的新高 这一数字无疑让1179万名刚步入职场的毕业生 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中 许多年轻人选择继续深造 以其在未来的职场中获得更好的机会 尽管企业如美团承诺在2025年前 招聘6000名应届毕业生 为求职者带来希望 但实际的求职过程却充满挑战 心理压力不断增加 焦虑与迷茫成为常态 专家呼吁社会应更加重视年轻人的心理健康 并提供必要的支持 以应对这一日益严峻的社会现象 商报报道 社会事务部已向西爪挖万龙地震灾区 提供总值15亿吨的援助物资 以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 地震发生后 该部门迅速展开紧急应对工作 分发了包括难民帐篷 食品和家庭用品在内的多种救援物资 万龙县的地震造成了23人受伤 1123人流离失所 影响了近4000个住房和132个公共设施 社会事务部不仅提供基本需求的援助 还与防灾学员团队协作建设公共厨房 以确保灾民的生活得到保障 在2024年中国国际电商产业博览会计 印尼选品展览会上 知名企业家陈延松和女儿陈美玲 积极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展会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 25家中小微企业参与 旨在通过电商平台提升这些企业的知名度 陈美玲表示 希望借助此次展会促成各方合作 帮助中小微企业在亚太地区获得更多机会 开幕仪式上 旅游与创意经济部的助理文森修斯解码度强调 展会不仅能推动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也将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机遇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中国已同意逐步恢复进口日本水产品 这一决定是在去年福岛核电站排放 处理过的污水后 中国对日本水产品实施进口禁令的背景下做出的 岸田文雄表示 这一恢复进口的进程 标志着两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关系逐步改善 为日本水产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中央社的报道中 驻美代表于大雷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强调 台湾应有充分的权利加入联合国 尽管中国在国际上施压各国不承认台湾的合法地位 于大雷指出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未提及台湾 且北京对该决议的曲解是其打压台湾的核心策略 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处境 并表示台湾正在提升国防能力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 同样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欧盟主席范德赖恩在对乌克兰的访问中 宣布将提供350亿欧元的贷款 以帮助乌克兰政府在暂时应对财政困难 这笔贷款将直接支持乌克兰的国家预算 并增强其军事能力 范德赖恩还提到 未来的还款将主要依赖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息 显示出欧盟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与对俄罗斯行为的强烈反对 平定天下 在应对中国的日益强硬立场上 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展现出意外的团结 尽管美国的政治环境充满了混乱与暴力 拜登总统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 将其提升至国家元首级别 并承诺每年举行峰会 这一举措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 甚至呼吁进一步加强合作 此外 北韩最近的导弹测试 引发了对其核武器发展的担忧 似乎暗示平壤已放弃与美国的外交努力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 面对外部威胁 美国政党能够超越内部分争 形成共识 美国之音中文网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于9月20日抵达基辅 展开对乌克兰的访问 在此行中 他参观了基辅的纪念墙和民用基础设施 并计划与乌克兰官员讨论西方援助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 此行正值拜登总统即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夕 显示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 乌克兰的未来发展备受关注 东方日报 德国汉沙航空近日宣布正在考虑 是否继续运营每天从法兰克福飞往中国北京的航班 预计将在10月做出最终决定 尽管如此 汉沙航空仍将保持从慕尼黑每天飞往北京的航线 确保乘客能够顺利前往中国首都 这一决定反映了航空业 在全球疫情后复苏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以及国际航班需求的不确定性 汉沙航空的这一举措 也可能影响到未来的航班安排和乘客出行选择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